Hello 大家好 最近天氣這麼熱 有沒有覺得睡得不好呢? 其實睡得不好都有分幾種 你會是難睡著 腦子不懂 又或者睡著睡著容易紮醒 或者多夢影響你睡覺 又或者睡完覺好像沒有睡過 其實這幾種都是屬於睡得不好的 睡眠質素其實都有關 中醫入面不味的範疇 我們就可以講講常見的 有哪幾種原因會導致失眠 都市人最常見的就是因為壓力大 而影響到你睡得不好 又或者夜睡而影響到你有肝火性 又或者你因為壓力大 而影響到你經常要思想 而令你脾胃虛弱 其實肝火性中醫理論又叫肝火上炎 它伴隨的症狀除了有失眠之外 都會令你有頭痛、頭暈、眼紅、目尺眼乾 又或者你會覺得特別煩躁 大便又會有黏、口腐等等的症狀 這個時候就可以喝一杯菊花綠茶 去舒緩這些症狀 但坊間又經常說 既然睡不著就要喝一杯桂圓水 或者紅棗水 這個時候就不適用了 因為你已經火噴噴聲了 不要再滋補了 除了菊花綠茶之外 樂神花也是很適合的 因為它除了熟性偏良 有清熱解毒和消滯的功效之外 它還有再入眠 你可以拿三粒來沖茶喝也可以 把它煮果汁來吃也可以 中醫理論有個說法 叫做胃不和則餓不安 就是說通常胃不好的人 都很容易睡覺都會經常睡得不好 通常除了失眠之外 你還有什麼症狀呢 就是會有心跪 就是會突然之間覺得心跳很快 又或者你會覺得經常沒有機性 胃口不好 四肢覺得困重 容易肚臟和大便有點稀爛 這些都是脾胃不好的症狀 這個時候就可以介紹你喝一杯 有靈心安神作用的茶料 就是可以用酸祖仁和桂圓肉去沖一杯茶 特別適合一些因為壓力 又或者經常因為想事 而睡得不好的人喝的 除了茶料之外 你也可以按下穴位去幫你減壓 幫你有座入面 有一個之前我們教你用來減壓那套穴位 就是幫你用合谷和用太沖 這個就開四關 就是幫你疏通氣血 走得好一點 你氣滯有壓力大的時候 按壓就特別有效了 另外教你一個新的穴位叫神門穴 你手心向上之後 它就在這條橫紋 裡面最尾尾手指尾下面 對下有一個凹陷位 你自己試一下按 用手指弓的指幅 按壓大約30秒左右 一天按一兩次都可以幫你寧心安神 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如果睡得不好的時候 煲湯都可以放一些屬性比較平凡的食材 例如蓮子和百合 它們都可以有寧心安神的作用 第二個小提示 就是醫師經常叫大家早點睡 因為晚上11點之後 就是肝膽經開始當值的時間 這個時候睡著了 它才可以將氣血運行得更加暢順 這樣就不會加劇到剛才提過的症狀 所以如果你經常睡得不好 就更加要早點睡覺 如果想知道多點養生資訊 就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那下次再見 Bye 記得早點睡吧